好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前两段的这个重点 我们前面呢没有展开 现在呢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下重点 因为它太重要了 尤其是对我们修行的人来说 因为不修行的人呢 也这个不在乎 那么重点是什么 就是在前一段的最后的 哪一句话 庄子用了两个问号 提出了两个阵容发聩的疑问 就是四人都不懂 我也不知道 所有人都不知道吗 都不知道 他说的不知道是什么呀 我们往前推一下 说人为之不死 悉意 说人呢 说我工作着我很努力 虽然没有找到灵魂的归宿 那个我忙忙碌碌 最后也没有成功 没有达到我的这个要的理想 这 也挺好 因为我努力过了 所以说 庄子说了 人说的这个就是我没死到我活着呢 我有精神追求 我有物质的这个 这个享受 我这个经历着这个人生的这个酸甜苦辣 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 所以我是活着的 西义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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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个 就跟死是一样的 其实跟死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你的灵魂没有苏醒 就没有活过 人说分灵 身心灵啊 灵魂没有活过 就是那个原始的自己 没有存在过 而这个改变了的自己 并不是真正的你 你没存在过 你怎么说活着呢 我们这个如果不明白 继续来听就明白了 下一句是什么 这个你的这个身体肉身越来越老化 然后呢 你的精神也越来越趋于这个凝固 呆滞 然后不反应 摔老 我们说这可不是啊 很悲哀的吗 我们这个只是小的悲哀 而你并不知道真正的大的悲哀 是你根本就没活过 你还说你老了很悲哀 你没活过 你更加的大的悲哀 那么说没活过这件事情 人之生也 人生下来 就知道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庄子说他也不知道 所有的人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用这两个这个问句强调了什么 这是重点 对于修行的人来说 对于修行的人来说 我们为什么会 这个修行呢 就是因为你忘了你是谁 为什么忘了你是谁 就是因为你要体验这个被改变了的这个自己 在这个三维的二元性教室 你什么叫教室 就教你东西嘛 给你各种人类的这种思维 惯性的思维 教给你 然后为什么要教给你 就是让你更加忘了 刚升级来的时候你还记得 两三岁的时候 你是有能量的 然后越来越忘 越来越忘 你忘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蒙昧无知 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沉睡了好久 为了是什么 你是来体验的 体验什么 你忘了之后 你不就是吃了很多苦 你又这个要 你一定要找答案呢 说为什么我不能自圆其出 说吃的苦和苦放为人上人 但是事实上是 没有吃苦的是人上人 而吃苦的人还在吃苦 这我就想不通了 所以你要寻求答案 然后找到了原来 那个原始的自己 无所不能的 无限可能的存在的 没有任何限制的 那个源头的本体 才是我自己 我们来就是来 玩这个游戏 先不知道 就像蒙眼睛长毛毛一样 我找不着找不着 为什么把眼睛蒙上 有意思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 玩的一个游戏 让我们忘了自己是谁 然后又记起自己是谁 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修的过程 我们要是知道了这个原理 说我们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漏网的 所有人 你无论多智慧 即使是佛陀 你也是来修行的 来体验的 来做这个灵魂之旅功课的 那么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是太幸运了 我们知道了真相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庄子的书不就放在这吗 他说的话 大家也都懂 只是不知道他深层的 要告诉我们什么 对吗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要干什么 当然要积极的 每一个当下都要让自己恢复记忆 我可千万别忘了 我是谁啊 我是那无限可能的存在 我的原始的自己是谁 你不忘了的好处是什么 修就是为了让自己 记着自己真实身份的过程 那么记住它有什么好处 你忘了它的坏处就没有了 你忘了它有什么坏处 你就会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 努力的这个去解决 这个幻象的这个 你以为真实存在的事物 各种困境 它在真相里面是什么 它只是给你的一个剧情 你如何能够驾驭这件事 是通过恢复你的记忆之后 以这样的原始的自己的这个 高维的意识来解决现在的这个困境 你就赢了 因为你的这个高维意识 是能够看清这个事件的真相的 这个真相可不是这件事 谁对谁错 我该怎么办 而是它只是来给你机会 让你记起你是谁的 所以说所有的事情发生 我们只有一个答案 让我们体验它 你要不体验的话 你就没有知道这个考卷来干嘛的 体验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你赔了五百万 你要体验它 体验什么 这个真实存在的能量 你要不体验它的话 你就没有完成这个功课 你就傻了 因为它还会 你没体验吗 因为它想让你体验 所以它不停的给你各种坎坷 这就是我们不停的遇到坎坷的原因呢 你要是不体验 行 你不体验下以后的下辈子轮回 我们说轮回指的是你以另外一个能量场的那个人类的形式出现 你有什么身份 再活一回 再活一回 你都要完成这个体验 因为你只要是人 你就是来体验的 这叫灵魂之旅 这个功课你未完成 它就给你留着 那你想想你的这个桌子边上 罗了这个如三一样高的功课 你还不赶紧做 那么体验呢 我们在冥想课堂的这个 已经教了 这个功课流程就可以让我们短暂的一分钟两分钟 或者更大的这个要体验的需要几天的时间 你把它体验完 我们说对于这个我们要体验的功课 它一定是给你情绪的 这是真正存在的能量 我们一定要体验完了 你这能量才会提升 然后你就得到了顺流 为什么 因为你体验完之后 你就符合了天道 这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体验了就符合了天道 因为给你的这个困境 这件事件 你跟它共振了 共振就是你认同它 因为你要体验嘛 你是高兴着体验的 我们对于困境 说我赔了500万 我同共就这个400万 我还什么 还要还人家100万的这个债 我这辈子我几乎是不可能翻身了 太痛苦了 我还那个感谢谁呀 我们体验的这个流程功课 会告诉 会让你能够做到还原它的真相 让你知道这件事带给你的好处 你才能够心心然的接受 而接受就是合一了 你和这事共振了 你和这个困境完成了共振 通过我们教给你的流程 功课的方法 这个工具 非常落地的 这个可以实修的 非常有用的这个工具 实现了于这个困境的共振 你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说 阴阳合一 你这个和这个困境共振了代表你承认了它 接纳了它 而且你怀着感恩的这个心情接纳 因为它就是来让你体验的 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感恩 你说你不早点来这个困境 我怎么能够完成这个灵魂之旅的功课呢 所以你很开心 这是在原始的那个自己本体的意识 才会能够接纳的这个感受 而我们这个三维的思维头脑 是完全不可以能够愿意 或者是你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要攻克流程来做嘛 你成了一个真正的自己 你接纳了你的困境 代表你接纳了你自己的阴暗面 这个你才存在 这个被改变了的你 才就是你接受了当下的这个存在的那种状态的自己 你才是什么 真正的这个自己存在了 手心才有了 手心有了 手背就有了 手背是什么 这个是假我 这个就是真我 手心有了 手背才有 所以你要接纳自己 比如说我 我这人呢就是 我糖尿病 我太难受了 你如果不接纳这件事情 你的真我就不会出现 因为你 已经没有你自己了 没有这个假我的这个自己了 你已经和这个事件幻象认同了 你完全没有魂 你就没有自己 所以呢 这个真我才出现 真我出现了就形成了一个阴阳的相对应的道的形式 这就符合了宇宙规律了 你抗拒的时候你就在逆流 你不抗拒的时候你就顺流了 这个大家能懂了吧 你就会让宇宙给你安排最佳的好的结果 人事物来到你的这个 是这个生活里面 你是否愿意去去接纳这个困境 决定了你能不能够下一步驾驭生活的这个发展方向 也就是说那个困境只是一个表面的浮云 你如果把它当成了一个要解决的这个难题 说太难了 不过我这个人呢 迎男人上 我一定要克服 你的克服和去努力 而不是在喜悦的状态下去接纳 你就会越来越坎坷 越来越坎坷 而不是力挽狂轮 扭转天坤 这才是我们要懂得的真相 所以说庄子给我们的这句话 说所有人无以例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这是我们修行的这个 要最先懂得的一个真相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就没有不断的练习 自律修行的那个动力 所以这句话重不重要呢 所以我们要来强调一下 我们要懂得 你在说什么 我们讲的这个东西没有展开的